歡迎大家出席今天的會議 首先恭祝各位成為第六屆的元朗區議會議員 同時祝大家新年進步、身體健康、事事順利 我現在根據區議會條例第六十二條 主持今天會議的第一項和第二項 直到選出元朗區議會主席和副主席為止 選出元朗區議會主席和副主席之後 我會將會議交給區議會主席繼續主持 如果大家對第一和第二項的議程沒有意義的話 我宣佈正式進入議程 第一項議程選舉元朗區議會主席 被書處於2019年12月23日向議員發出今天會議議程的時候 亦都附上有關元朗區議會主席和副主席的選舉程序 請議員參與該信函的附件 當中包括附件一,提名表格 附件二,根據區議會條例附件 附表五所定的有關選舉主席和副主席的表決程序 以及附件三,選票的樣本 請問議員對以上上訴的附件有沒有查詢 如果沒有的話,我會將根據附件內所列載的程序 進行元朗區議會主席和副主席的選舉 秘書處已將各候選人、提名人和副議員的詳情 在合理時間內通知各位議員 現在我才會進行主席的選舉 獲提名的議員已經在表格上作出書面的確認 同意接受提名和同意一旦當選時接受職位 提名人,唯一的候選人是黃偉賢議員 而他的提名人是方浩軒議員 有兩位副議員,包括陳樹暉議員和毛啟寒議員 由於只有黃偉賢議員獲提名競選元朗區議會主席 我現在宣布黃偉賢議員當選為元朗區議會主席 任期由即日開始至2023年12月31日 恭喜黃偉賢議員 我現在開始進行元朗區議會副主席的選舉 我們收到一份提名表格 物議成議員是候選人 當中提名人是杜嘉倫議員 另外有兩位副議員,包括陳美蓮議員和張秀賢議員 由於持有物議成議員獲提名競選為元朗區議會副主席 我宣布物議成議員當選為元朗區議會副主席 任期由即日開始至2023年12月31日為止 恭喜麥議員 好了,我現在已經選出了區議會主席和副主席 我將時間交給黃偉賢主席 繼續處理今次會議的其他事項 謝謝黃議員 我在這裏邀請我們 全體的同事一起起立 為過去半年 反送中運動 去世的人默哀一分鐘 請大家起立 rabia 馬來完成 請這裏邀請到右邊請你 請就座 首先在這裡很感激大家對我的支持 亦都很高興能夠和大家同工 我現在的肩膊上是有千斤的壓力 因為我不單止背負著大家對我的信任 整個區議會更加是背負著 所有投票給民主派的選民 以及支持我們的全港市民所託負的責任 我深信這就是歷史給我們年輕一代的責任 三十年前的北京 發生了一場悲壯的民主運動 記得九一年 我獲選為立法局議員的時候 就曾經引用北風與太陽這個議員故事 要路過的途人脫下他厚厚的大衣 是要靠溫暖的陽光 而不是淋裂的北風 但很可惜 北京是沒有吸收到這個教訓 以至到三十年後今天的香港 亦都出現了一場波蘭壯闊的反送中運動 這場運動能夠導致區議會變天 是由很多很多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犧牲性命 犧牲自由 犧牲前途 以血 以汗 以淚 換取回來的 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 是今次區議會選舉結果的清晰民意 雖然區議會民主派大勝 但這場反送中的運動 香港人還未取得勝利 所以我們必須要繼續堅持我們的信念 我們必須要繼續堅持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 我們必須要繼續堅持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去調查整個運動的發生 和防暴警察濫用暴力、濫權、濫拘捕的問題 特別是721白衣暴徒無差別襲擊市民 這件震驚元朗、震驚香港、震驚國際的事件 政府必須要就這個絕大多數的民意 有正面和具體的回應 否則 社會所面對的撕裂將永遠無法和解 新一屆區議會今天正式展開工作 我相信我們新當選的年輕議員 對區議會工作是有承擔的 我亦深信公眾對區議會未來的工作 亦都有很大的期盼 我這一刻的心情 就好像《易經》裏面的一句 滑躍在冤 一直以來區議會都被人說是一個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即是說區議會 No action Talking only 要洗脫這個止說不做的形容 是需要整個議會的努力 同事之間的努力 區議會和政府部門之間的努力 所以我很希望 日後出席各會議的政府部門的同事 在會議上多些正面和具體的回應 如果可以的話 亦都希望政府盡量接納我們區議會的意見和建議 當然區議會未來的工作 能不能夠賣開大步 還是寸步難移 就要看我們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 對現在民主派佔多數的區議會 到底是採取什麼的策略 是合作 還是對抗的策略呢 如果是合作的策略 相信區議會是會很暢順地向前邁進 反之 如果政府採取的是對抗的策略 各方面都和區議會不合作的話 區議會就寸步難行 因為權在政府 區議員從來都沒有任何實權 但假如政府採取對抗的策略 也都只會令到我們民主派 唯有用我們有限的能力 反過來進行不合作的運動 以抗拒政府的對抗策略 我在這裡請中央政府 再三思一下 北風與太陽 這個議員故事 最後我想講講我的期望 我期望香港能夠恢復一個公義 講真話 維護香港核心價值 包括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社會 我期望能夠將元朗建構成一個多元 活力關懷的社區 我期望能夠讓元朗區議會 成為一個高透明度 向市民問責 反映民意 捍衛市民權益的議會 聖經《尼家書》六章八節 是這麼說的 世人阿耶和華以指示你何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全謙卑的心 與你的上帝同行 這一節的金句 這也是我一直以來的工作的信念 願意將這句的金句送給大家 以作戶面 多謝大家 我請副主席 謝謝主席 首先在這裡多謝各位同事的支持 令我今天當選作為元朗區議會的副主席 我會協助主席和和大家一起同行 希望能夠改善元朗的地區 改善民生 爭取民主 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事實上 過去這半年 香港社會出現很多事件 這些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 但事實發生了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政府不聽民意 所以我們期望能夠在區議會裡面 能夠推動這個民意 能夠爭取市民的需求 事實上我們看到很多年輕人的發展 所以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會和大家一起同行去改善這個社區 同時也都 雖然我今天得到大家的支持 當選元朗區議會的副主席 事實上我們很多年輕的朋友 所以我會擔任兩年的任期 我兩年之後會推薦一位年輕的議員 黃白宇 繼任提名去參選副主席 希望能夠大家的支持 我們希望能夠做一個所謂老中青的三結合 能夠改善我們社會 最後祝願我們的香港民主進步 多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大家 好 如果同事或者新聞界的朋友 有需要我剛才的發言稿 秘書稍後會影印給大家 謝謝秘書 接著我們去到議程的第二項 就是其他事項 議程三 議程三的其他事項 我們有十項 其他事項 我們是需要處理的 第一項就是委任元朗區議會的秘書 請大家參與附件一 根據區議會條例第六十九條 是通過委任元朗民政事務高級行政主任 庫護區議會為元朗區議會的秘書 在這裡請大家通過 有沒有問題 密業成 主任我動議通過 好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一次通過 跟著 第二項的其他事項 是通過元朗區議會的會議常規 在2020年1月的修訂本 請大家參與文件的第二號 陳美蓮議員 主席 就這個區議會 元朗區議會會議常規 其中一條裏面的委員會上限 現時是由四個增加到七個 我在這裡提一個動議 就是將這個委員會上限 由四個增加到八個為上限 希望各位同事支持 謝謝 好 密業成 我和議主席 好 現在陳美蓮議員動議 是將會議常規裡面的 委員會數目的上限最多七個 改為八個 密業成議員和議 大家有沒有討論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通過接納這個動議 將這個動議收納去 新修訂的會議常規裡面 現在我請大家通過 新修訂的會議常規 已經納入陳美蓮議員的修訂進去 大家有沒有意義 如果沒有意義 我們就通過 新修訂的元朗區議會的會議常規 好 接著我們下一個議程就是成立2020至2023年度元朗區議會下國會議 請大家參與附件三 請大家參與附件三 附件三這裡 列出了我們過去一屆的區議會六個委員會的數目 請大家就著這個委員會的數目和名稱 大家有沒有意見 多謝主席 因為過去六個 剛才已經通過了八個 最高可以到八個 我們現在將八個建議的新委員會 可以拿出來給大家通過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我們建議成立八個委員會 我們是 是 好 是 是 我們在這裡通過職權範圍 先用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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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軒 主席 第一個提議成立八個委員會 分別是 文藝康體福利教育及治安委員會 醫療健康及食物安全委員會 房屋城鄉規劃及發展委員會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環境氣候變化及漁農業委員會 財務及行政委員會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本土旅遊經濟及工商業委員會 好,謝謝方議 那這裡八個委員會 我就理解就是 將過去的民委會 拆開了三個委員會 因為民委會過去的議程都是比較多的 現在更加具體地分析 新的委員會 只是成立了一個 就是第八個 本土旅遊、經濟及工商業委員會 這個是本屆建議新成立的一個委員會 大家就住現在建議的八個委員會 有沒有意見、有沒有討論 張秀賢議員 張秀賢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我們由責任同工 解釋一下 為何要成立八個委員會 我想第一個就是 因為現在民康社區服務及火屋事務委員會 他們的範圍非常多 我們希望可以拆到三個 在現在八個委員會裡面 當然有幾個是改名 有幾個是沒有改名 保留了 例如文麗、康體、福利、教育及治安委員會 其實就是把它列出來的一些工作範疇 去到本土旅遊、經濟及工商業委員會 我想我們同時之間都會希望 可以透過委員會的討論 去推動到一些地區政策 或者地區經濟的一些轉型 特別我想是我們有不同的同事在這裏 包括我們有市區的同事 包括有鄉郊區的同事 可能大家都對我們現在 我們元朗本地的經濟、旅遊發展 去到我們甚至在元朗其實我們有工業村 我們有不同的工廠 那些我們都希望是可以透過區議會的討論 去促進我們一些的本土經濟 或者我們地區經濟的發展 因為我們接下來 我們面對經濟的周期 可能我們面對一些經濟的困難 我們透過經濟發展 或者透過一些地區的討論 我們希望可以做到多些有利民生的工作 因為我們畢竟都是市民選我們出來 我們都盡量在區議會層面去做 當然委員會數量可能多一些 但是我想我們討論 委員會各個討論都應該會有意義的 還有我們都希望可以在不同的政策 和工作範疇上面可以作更加詳細的討論 因為好過以前 去大集會的形式去開會 我們都不希望一部門 駕床碟屋 一次過離開或一次過離開 那就不是這麼好 多謝主席 謝謝 謝謝 好 康子馬議員 多謝主席 上一屆我也是民康體的委員 我是非常之贊成分拆的 還有經過這個 現在這樣分拆整合 和將一些職能更加加強 可以令到新一屆的區議會 更加可以做到很多方面的工作 多謝 好 謝謝 如果大家沒有其他問題 我們就看職權範圍 好 給你講 Samuel 麻煩 因為我也想講講解 讓多些市民留意到 我們新的委員會 除了量增加之外 其實很多工作的焦點都有改變 例如元朗一向是環委會 將焦點放在環境改善 很多時的工作範疇 只不過是環境衛生 我們諸葛的團隊就覺得 其實改善環境衛生 一定要從一個更加闊的 真是推動環保 以至我們對更加大議題 氣候變化等關注 所以我們將傳統環委會 改革 其實是證明為環境氣候變化 及漁農業 其實是從個名字 而是可以見到我們未來的工作 重點都有一個焦點的改變 譬如剛才提到 文委會 其實過去醫療有這麼龐大的議題 面對著元朗人口老化 一個這麼大的需求 只不過在文委會裡面 這麼多這麼多議題裡面 其中一個 所以今年我們特意拆了 醫療出來 就成為一個 醫療健康及食安的委員會 都是見到既是會回應 元朗市獨特的社區需求 也都將我們工作焦點 由有病醫病 改動到成為推動健康 防患未然 然後我們未來工作重點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到 我們的工作焦點 甚至可能給政府 政府 在金鐘的政府 我們可能某些議題上 走得更加前 更加有個正確的 我們的目標方向 謝謝 謝謝雷國榮議員 我們逐個委員會的職權 我們看一看 謝謝Mandy 第一個就是文藝康體福利 教育及治安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大家對這個職權範圍有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 那我們就通過這個職權範圍 第二就是醫療健康及食物安全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如果大家沒有意見 我們就通過這個職權範圍 當然這些職權範圍 日後是可以作出修訂的 如果大家覺得是有需要增減的話 是可以作出修訂的 第三就是 主席我想補充一句 主席我想補充一句 首先我想我也是昨天先從主席 有個預先跟我分享職權範圍 我想好像主席這樣說 可能有機會微調的空間 因為我們都有需要 可能跟相關的部門 去將他們傳閱給你看 看看他們會不會有其他的意見 我想暫時我們可以跟著這個基礎去討論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第三個是房屋城鄉規劃及發展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就通過 第四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哪位看 李仲慈議員 謝謝主席 多謝主席 我建議就住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加多一項就是 就住鄉郊小型工程監察 他的工程的進度和提供意見 在第四項已經包括在這裏了 如果大家沒有意見 我們也是通過這份職權範圍 第六項是財務及行政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是的 我們沿用舊 是的 原本是財務委員會 現在我們是增加了一項的職權 就是行政方面 好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是通過這份職權範圍 第七是交通及運輸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這個委員會也沒有什麼大改動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也通過這份職權範圍 好 最後一個 本土旅遊經濟及工商業委員會 好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也通過這份職權範圍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Dio 謝謝 謝謝主席 其實我都想有幾句關於資源上講 其實我們都被釋回各國的議員 其實在新一屆都有很多工作的計劃 亦都希望透過成立委員會去處理的工作 在這個會議常規裏面的確是可以成立浴缸的委員會 事實上剛才各位都是通過了一個會議常規 所以它有審明的改動 我們是明白有避息的 不過我真的想在這裡講回資源方面 因為我也知道其實可能你們都同時間 亦都會想計劃成立一些工作小組 但我講回單二的committee數目來講 其實我們在上一屆是六個的 現在將會是八個 其實我們秘書處過往的工作來講 其實都是相當多的工作量 當然我們會希望積極地配合大家 但如果再加上未來的工作小組方面 我們有需要周長和全盤收到各位的建議之後 可能要跟區議會主席、副主席 和相關委員會和工作小組的主席 談談資源優先次序 和大家的開會安排是怎樣的 因為事實上來講 那個委員會數目工作會多了百分之三十三 還有如果是會議次數 或者未來大家需要的工作範圍 我們都希望你們到時給我們一些具體的期望 我們可以再一次過全部考慮 好嗎?多謝各位 謝謝Dio 實際上區議會 其實我們區議員的數目也都增加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們元朗區議會應該是全港最多議員的一個區議會 秘書處的工作量一定是大了 第二,我們同事有很大的承擔 於是更加想做多一點 而成立了八個委員會 這個我們知道也會增加了秘書處的工作量 所以今天稍後我們會有一個特別會議的時候 其中有一個議程 我們同事也都就住我們秘書處的人手 是提出了一個議案 就希望政府是能夠增加我們區議會的人手和資源 稍後我們會談這個議案 鄺俊宇議員 多謝主席 補充一點 因為事實上我相信是 Dio提出的問題也對 正正是因為我另一個身份是立法會議員 在立法會的相關場合就是民政事務委員會 的而且確在稍後也都應該要安排議程 要講一講 針對著18區 尤其是我們元朗區的人數更多 而你見到我們的成員的承擔能力都很高 正如主席打領之下 其實有100個委員會 的而且確你不能否認工作量增加了 既然這樣就應該要增佈資源 政府是理應要回應地區的實際需要 所以我相信在未來另一個場合 由區議會主席黃瑩帶領之下 在區議會的討論 另邊相對立法會 甚至民政事務總署 是否應該要重新檢討 現在的資源分配 都應該是稍後多務指甲 謝謝主席 好 那我們要快些 因為我們 一會兒11點就會開特別會議 所以我們要快些 好,去到我們其他事項 第四項 有關元朗區議會2020年度的會議時間表 好了 容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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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主席 你看一下我們的事項 我想問什麼呢? 我們這裡會不會抗建? 什麼呀? 會不會抗建? 會否覺得因為我們增加了四席,變成四十五席 四十五席,加上一些將來政府官員上來 情況之餘,我們不夠坐的 不夠坐,有沒有這樣的打算呢? 你看看後面的桌子是改了的 是擴建了的,我們叫擴建了的 有些官員會坐在那裡開會的日後 當然我們這個會議室確實是不足夠的 這個可能我們要加快新政府大樓的選址 如果我們有新的政府合處,相信我們區議會會大一點面積 即是說將來的官員會坐在後面? 有部份,有部份坐在後面 OK,謝謝 有沒有補充? 沒有了 好,那會議時間表呢 各個委員會,剛才通過的委員會的時間表 就會交給委員會的自己決定 我們這裡只是通過大會的時間表 就是這樣 是,葉成議員 是,謝謝主席 因為我聽到大會的時間表當中 有一天是4月28日 4月28日 接著也是一個長假期 我們擔心有些同事有些事情 我建議將那一日期提前 4月21日 可不可以? 將那一天改4月28日改為4月21日 方便一些,謝謝主席 好,那是否議員建議將4月28日會期提前一個禮拜 4月21日 大家有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 我們通過 將4月28日會期改為4月21日 其他會期沒有問題 我們就通過了 下一次我們的例會 下一次我們的例會應該就是1月23日 星期四下一次的例會 因為我們要通過 我們的委員會的名單 然後才能夠 在委員會那裡 選舉委員會的政府主席 所以下一次的大會是1月23日 完結了大會之後 各個委員會就隨即選舉這個政府主席 請大家預留1月23日的會期 第五項 2019年至2020年度1至3月的區議會撥款申請 我們請Cindy跟我們講講 多謝主席 2019年至2020年度1月至3月的區議會撥款 由於在文件的附件五 已經再列了有關的活動 我們剛才直上也派了一張 關於申報利益的表格 如果議員覺得有需要 就自行可以再做出申報 那一系列的活動 由於上一屆的區議會已經審閱過 現在純粹是希望根據撥款的守則 是需要今屆的區議會再去確認 然後才可以正式通知相關的團體 去告訴他們那部分是獲得通過 而有一些部分就是 怎樣選擇出來呢 就是1至3月他們這些活動 是未開始推行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再邀請區議會那裏 endorse那些撥款申請 多謝主席 謝謝Cindy 就在直上也都已經有一些 我們是舊同事 是以往已經申報了她的利益 就有一份文件 如果在座有新同事 或者就算是舊同事 她有新的職位 新的崗位是需要申報利益 亦都請大家在這裏示意 哪位 黎寶華 多謝主席 因為在2020年1至3月的 區議會撥款活動裏面 我看213和寫的135兩個會裏面 我們擔任秘書這個席位 多謝主席 但是沒有在我們今天需要通過的文件 沒有 所以是沒有利益在就住 沒有啊 沒有 請大家看清楚 今天我們只是通過元朗大會堂 和元朗大會堂梁學潮 不是這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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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裏嗎 我那裏清單裏要住宅 是呀 沒有啊 已經舉辦了那些不在我們今天的通過名單 今天我們需要通過的就是 懲滿留護助委員會的活動 元朗大會堂、元朗大會堂、梁學潮、夫人、老人中心 奉平留護助委員會、天水圍居民服務協會 日陽留護助委員會和風盛人申 這些機構所舉辦的活動 謝謝 如果大家沒問題我們就通過這份文件 六,元朗區議會會見市民計劃 我們區議會有一個會見市民計劃的所謂當席 如果大家沒有特別的意見 我們就先照舊下去 如果遲些大家對於這個當席計劃有其他意見 我們可以在相關的會議上作討論 沒有問題 康展華議員 多謝主席 一直以來這個會見計劃的反應是非常冷淡的 我想這一屆是需要大家想一想 究竟延續性和做法 如何令它更加有效地發揮作用 多謝 冷淡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每一個議員 都已經有他們自己的議員辦事處 我想對於市民來說 在就近他們那區的議員辦事處尋求援助 是方便過上來區議會見我們當席議員的 所以我剛才也說了 如果對這個計劃有任何意見 我們遲些在委員會那裡會討論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通過原容舊的方法 繼續我們這個會見市民計劃 7.渣打香港馬拉松2020-18區挑戰賽 雖然渣打馬拉松已經截止了報名 但是主辦團體方面都知道我們換屆 我們區要換屆換屆 所以特別容許全港18個區議會 可以在1月9日之前報名 請問大家同不同意參加 18區議會杯這個挑戰賽 同意的主席 同意 如果沒有異議就通過 請大家報名 我們需要10位的議員或其他人士是參加的 報名是嗎 即時報名是嗎 我們這麼多年輕人一定夠人數的 稍後秘書處會給報名表格 大家填寫交給秘書 秘書就會轉交田徑總會那邊 Cindy 好 多謝書 由於時間比較緊迫 麻煩如果真有興趣參加的議員 稍後會後留一留步立即在秘書處那裏 我們集下了名字 可以幫助大家盡快報名 多謝大家 請問一下 是 黎鴿榮議員 謝謝主席 因為我見蔡麗和傳統 所謂區議會杯 每隊只不過是一位現任區議員 其他那些可以是無關的 不如主席 聯繫一下 聯絡其他十八區的主席 我們每一區的 全隊都真是全部區議員 來過真的區議會杯 看看會不會有這個可能性 我想整件事 傳媒以至市民的關節會大很多 好 多謝你 這也是我們元朗區議會 這麼多年來參與的傳統 就是我們不找外人的 過去我們都是全部議員 和真選委員參加的 當然其他區議會 他們應該找很多其他跑手去 所以我們這麼多年都拿不到獎 我同意的 我同意我們真是區議會杯 就是牙膠賽 我們不是為達拿獎 我們是牙膠賽 康俊議員 你很多年都沒有參加 主席 我引用議事規則 要求澄清 有一年我們能夠獲得名次 那年你是沒有參加的 我也知道 所以他只是計七位 頭七位 我會參加的 不過我已經霸佔了餘下的三個不計時間的其中一個quad 大家不要跟我爭 好 報名費是要2500元的 我們都按照我們區議會一直以來 是會由區議會主席支付的報名費 大家出力就可以了 我也會參加 記得留下三個不計名次的名額給我 好 接著我們落到第八項 2020論社第一全港十八區論社團聯繁 這個就是每一年都邀請我們區議會支持 這個支持就不需要付錢的 只是給我們的名字和廢號清協去舉辦這個團聯繁 大家同不同意給清協在這個活動上使用元朗區議會的名稱和廢號 同意的 大家沒有異議 OK 我們通過這份文件 九 香港魚塘生態保育計劃 承邀元朗區議會成為第六屆新屆 寺家連華的支持機構 亦都一樣 都是要求區議會成為一個支持機構 可以用我們區議會的名稱和廢號 而不需要我們是有資助的 那就是香港官僚會 每一年都是主辦這個魚塘節的 如果沒有記錯都應該在大新圍舉行的 好 大家有沒有反對 讓這個香港官僚會使用我們 原諒區議會名稱和揮號 在這個魚塘節的項目活動裏面 沒有反對 我們通過 好 最後一樣 2020年香港花位展覽設陸化推廣攤位的撥款申請 好 Cindy 跟我說說這個撥款申請 多謝主席 我們就收到花位展覽委會那邊 就發了一個邀請 其實這麼多區都有 我們的區就收到一個邀請 就是去設一個叫做環保的 推廣環保的攤位 在上一屆的時候 我們已經經過文委會 通過了 委託元朗大會堂賽馬會 朗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去代表元朗區擺設那個攤位 除了一個小的展覽 然後還有一些攤位遊戲 由於上一次就只是通過了哪一個團體 去幫忙處理 現在就要通過財務安排的 就是撥款三萬零五百三十二元 給協助我們 籌辦這個攤位的團體去做那些跟進工作的 麻煩主席 好,謝謝Cindy 這個亦都是每一年的花位展覽裏面 全港十八個區議會 都會有一個花位的擺設 我們是著重這個環保的一個花位的擺設 亦都是委託元朗大會堂 是幫我們去進行這個擺設的 撥款三萬多元 好,大家對於這個撥款 有沒有意見? 有沒有意見呢? 張秀賢議員 都是主席 我想問呢 其實他那個KPI 其實有多少年是真的做得到的 即是他說2,400個人參加攤位遊戲 2,400個人參加戰版 那他是不是真的做得到呢? 他真的預備了2,400份禮物 那個位置是花最多的 花2萬4千元 整個預算是3萬2千元 那他是不是真的會做得到呢? 即是他是不是真的會達到2,400人次的成效呢? 因為他如果代表了我們 他過往的KPI是否真的做得到這個位置呢? 多謝主席 好,多謝你的意見 我是去過花位展覽的 這個位置 肯定是不止2千多的 這個數目 我在這裡呢 就夠膽跟大家說 在我目測 以及他不只是做一段時間的 所以呢 人流是非常之多的 稍後呢 康民署也會發出邀請鹹檢 連上嘉賓票呢 是會給每一位的議員 邀請大家去這個花位展覽 開幕禮 以及有票給大家 可以在那幾天 一個禮拜裏面 隨時入場 去看一下他們的工作 到時呢 我亦都歡迎大家 可以到場去支持 如果真的去花位展覽呢 請大家謹記 一定要去區議會 元朗區議會的攤位 打打氣 為他們工作加加油 好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通過這份文件 這個撥款 好 我們其他事項呢 就處理完了 這樣 那 後悉我都說了 跟著呢 我們是 稍後就會 在11點鐘就會 是 我們區議會呢 有一個連儀基金的 這個連儀基金呢 就是我們區議員呢 是夾錢 是就著跟我們區議會有關的紅白議士 還有呢 沒有了 查點呢 又上任 好多謝沈浩傑主席呢 他自己 銀河包請我們的查點 那 就 現在連儀基金呢 就是有 1325.4是剩的 那 就 大家 是怎樣 是同意 將這筆基金 是一直 是 原用 就是撥回來 這一屆那裏 去使用 這樣 是不是同意 如果同意 我們就把基金撥到這一屆 就是繼續去使用 那 如果有需要的時候呢 到時就需要大家呢 就是要夾錢的了 啊 容耀 多謝主席 那麼 秉承上一屆的情況之之 我想請問聲 現在區議會的查點 是不是由你出了 這個當然是 我都說 傳統我們要秉承下去的 多謝多謝多謝 那麼 可以做好一點 是 多謝 好 那麼 在我宣佈散會之前呢 我就再提醒大家 一會兒十一點鐘 嗯 好嗎 遲些才 不行 那 現在的筆聯儀基金 就 放在秘私處那裏 那麼 我們需要 開一個 議員的戶口 去處理 那麼我將這個工作 就交給財委會 去跟進 那麼 財委會到時 去商量呢 是開一個戶口 還有呢 是去管理這一筆的聯儀基金了 好 謝謝 就 一會兒十一點鐘 我們就會有 第一次的特別會議 我們的第一次特別 十分鐘 十分鐘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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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知道 有些同事 有些同事 他們說 趕時間 是 是 OK 那我們是 十一點十五分 十一點十五分 就召開我們第一次的特別會議 那麼第一次的特別會議呢 是將會有議員提出的三項的動議 是包括呢 是 七二一 這個的襲擊事件的動議 以及要求成立 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動議 嗯 第三呢 就是 要求各自審批十七億元朗天價行人天橋標書的動議 那麼 那麼 除了有三項動議之外呢 就會有七項的議程是需要討論的 就是總共有十項的議案呢 因為一間特別會議那裡是需要討論的 第四呢 就是 要討論 催淚彈的成份 對人體動物和社區的影響 以及它的清理工作 第五項呢 就是 要求食環署交代天水為街市的進展 以及成立這個工作小組跟進 第六項的議程呢 就是要跟進 2019年12月18號 粉嶺公路 嚴重的交通意外的事故 第七項議案呢 就是討論本港出現疑似由武漢傳入的不明肺炎 第八項的議案呢 就是 反對元朗南新為東城里 而以綜合住宅發展 第九項的議案呢 就是 強烈反對政府委任公職與落選的建制派前區議員 第十項呢 就是 要求政府為區議會增加職權和人手的資源 請大家 十一點三 進到這個會議室 召開我們第一次區議會的特別會議 好 我在這裡宣布第一次區議會會議結束 多謝大家出席 多謝 中文議員